你最爱的草莓味儿吗 不喜欢 很讨厌 你再让我告诉你骚扰了 我只是作为一个新搬来的住户 对亲爱的邻居表达一些微不足道的善意 不需要 喂 物业吗 我这边有一个 好了 没事了 谢谢 我看过你写的那个小说 我觉得在你屈指可数的几个粉丝里 我还挺有认识的 你看我这 那他告诉你呢 能出现在你的故事里 我当的反派也不错 我当的反派也不错 我说你呀 千万不能不得行 你 我这个辣子所有的老儿子 一个青年 晚安 梦 去哪儿啊 上车 我送你啊 上车 我送你啊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 你放心 我不会像以前那样 强迫你上车了 也不会强迫你做你不喜欢的制度 collapse 放心吧 有事儿 手机 没听懂啊 手机拿出来我要检查一下 我以为学会彼此尊重 是人跟动物最主要的区别 谁不敢啊 你不是不知道现在的情况 你不是真的做了亏信 是怕被查出来吧 我问心无愧 找到什么了 这回算你逃过了 不过 下回你没这么好运了 明天早上一家的案子 孙总在会议室 有好几个问题想好好问你一下 手机 不好意思 手 太嚣张了 我再打他一顿 怎么了 明知道是个陷阱 咱们干吗还往里跳 什么意思啊 他当众激怒我 就是想逼我出手 这样就可以向外界 传递一个信号 我心虚了 狗鸡跳墙了 这也太阴险了吧 不过这个意思啊 你确实很难过关了 一家那个黄主任 你还记得吧 怎么了 昨天晚上 这个黄主任刚跟孙黎见过面 两个人聊了很久 估计要联合起来陷害你 看来孙黎是铁了心 要把我赶走了 也就是说 高山 我刚刚来的路上碰见你的车了 你家不是住东边吗 怎么跟你来的时候 方向不一样了 我搬家了呀 搬哪儿了 领我家卢盛 高山 我去你家住几天呗 我给你买好吃的 我帮你跟林伍做饭 给钱 就知道钱